2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伦,回来玩Mazda Fundia G5的 然后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本周的重点活动了 本周活动有什么呢? 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身边有站一个魔物猎人弹钉 然后要遇到这个弹钉,要将遇到呢 你们需要来到这个 自由区的吞龙第6线 你们要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就会站在这个入口处的附近了 然后这个星期呢,我们可以邀请这个蛋丁当我们的那个 暂时赖寿人 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赖寿人在这边,跟他签约 好的,签下当暂时的 好的,签好了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安排他出战 安排他出战,需要在选项这边选 好的,然后我们就把暂时赖寿人的 换去最优先 好的,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蛋丁凶有多强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接一下本周的重点 重点任务 这个就是本期的这个活动重点 所以他可以得到很稀有的这个火凤鸟之一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他的任务要求 次要要求是破坏头部跟破坏翅膀 然后主要的目标是狩猎一头滑风鸟 好的,我们就接这个 好,确保一切准备过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咯 好的,我们来到花田 然后魔物猎人淡定 嗯,哈哈,一开始在追底子了 好的,加攻加帮应该是他们都会去给你 然后花凤鸟呢,基本上一开始你会跑来二区应该就会遇到他了 正常的话,哈哈 好,花凤鸟就在前面 然后首先我们还是,我还是建议你把这个 好的,三猪先解决掉 哈哈,不然三猪一直在打扰你 你很难打这个火凤鸟 所以先把这边的两只三猪先解决掉 好的,解决掉三猪就是 尽量完成我们的制药目标 所以我先打算苗头来打 好的 好,终于打成目标了 太好了 接下来就尽量破坏翅膀 哎呀,大马屁了这时候 好,好,好,好 喔 終於打贏了 我還沒有破壞字板就說 是不是魔物獵人彈挺太強了 滑鳳鳥的上毛 滑鳳鳥的瑞爪 看一下 只有拿到驅嘴沒有拿到那個 字板應該是破壞字板的部分才會比較高機率拿到沒有錯的話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这个活动任务 主要目标呢就是在这个高山有瀑布的地方睡觉 然后需要缴纳两个堂叶 然后另外要注意的是不可以讨发任何羊 好的 那个菱角菱也是那个羊 是不可以任何讨发的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任务 既然不可以讨发 所以还是建议一个人出发 那这边设定我一个人 就可以出发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采集两个的堂叶 堂叶在哪里采集呢 堂叶你需要来到这个地方 啊终于玩到堂叶了 啊玩到两个堂叶了终于 所以我们可以回去交差 好的先回去交差 好的终于回到营地了 我们把两个堂叶拿上去交差先 交差完毕之后我们就需要去到有瀑布的地方 也是在这边第七区 这边有很多的那个羊 还有很多的那个羊 还有很多的那个羊 哈喽你们好 我是来睡觉的 你们一起睡觉吗 哈哈 睡觉的呢 你就需要在动作这边 看一下 第五个F5 睡觉 很悠心的睡觉 然后你就可以达成所有的那个任务了 哈哈 那个羊看到你睡觉也跟着你一起睡觉 哈哈 很可爱啊 只有小时睡觉 他自己睡觉 看我睡觉 所以说去睡觉是会传染的吗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 这个活动任务完成之后 你就会拿到这个灰黄羽毛 灰黄羽毛 等下可以我们拿来制作弓箭用的 所以等下我们去工匠房 来到工匠房了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边生产武器 然后去找就是这一把 正式长弓 他需要的素材就是刚才我们得到这个灰黄羽毛 十个 然后我们就制作这一把长弓 好的 制作了之后呢 我们不需要装备 不要紧 再到具箱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需要去找导览小姐 阿罗你好 然后在这边我们选这个 各种道具的领取 然后领取活动报酬 然后领取活动报酬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 好的 你就可以拿到四个 中魂玉 跟这个波尔多 波尔多票券印一张 领取 可以 动捆之后呢 你可以去做强化 在这边 第二个 武器加工强化武器 然后选刚才那把弓 刚才那把弓 刚才那把弓是这边 好的 雨 升级,送在小屋,然后接下来是响,我也有素材,直接做啦 小屋,然后再生成长气域,一的话,哇,很贵,可是不用金,素材我有,我也是可以做 然后这个接下来是要飞飞的话,这个需要狙击任务的忧郁一颗,我不够了 来,冯金,我们升级到第三阶段,我们去看一下可以拿到全部了吗 啊,可以了,领取,拿到纵魂玉4颗,还有那个波尔多票菌英5颗,然后还有第三颗的 ,迎取,听取,重魂玉5颗波,都票菌英4个,好的 好了,介绍完了本周的重点活动哟,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参加,谢谢大家收看, Bye Bye by bwd6